达拉斯独行侠队的中锋梅杰里已经跟图尼斯拉斜,一级主教练帕尔玛又不沟通,他将代表球队参加下一阶段的试语赛比赛。 梅杰里上一次为图尼斯兰篮出战还要追溯到2015年的非洲杯,当时他因为做腿的伤势离开了赛场,最终图尼斯队在半决赛中,以以51-58主场输给了安格拉队。 几个月以后,梅杰里加盲独行侠队,成为图尼斯篮球历史上首个在NBA效力的球员,虽然过去三年因为在NBA打球而离开国家队,但是梅杰里的心一直是属于图尼斯的。 目前图尼斯队已经从事与赛中出现,他们将在9日份迎来第二阶段的比赛,而这时,梅杰里在接受国际栏联采访中,终于证实了图尼斯球迷,在过去三年里所等待的一切。 我将在8月23日回归图尼斯国家队,图尼斯队现在由马里奥·奥帕尔玛指教,他们已经成为了非洲冠军,而更重要的目标是获得明年中国世界杯的参赛资格。 我真的很期待为股而战,因为我很想念穿上国家队球衣,和队友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。 这名32岁的老将说道,梅杰里获得过2011年非洲杯的MVP,他认为自己和国家队是相互需要的。 梅杰里表示,能够代表图尼斯比赛非常荣幸,他很希望看到自己,能够帮助提升国家队的水平。 我具备其他人所不具备的高度,我能够感觉到作为图尼斯篮球旗帜的责任感。 我喜欢,这种感觉,在经历了小赌赛六年胜后,图尼斯将在9月14到16日与安格拉、埃及和摩洛哥队交手,他们将尽力提升场进世界杯的几率。 梅杰里说,每一次在主场打球,都会得到球迷们的鼎力支持,这种感觉很棒,而对于对手来说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 球迷是球队的最佳第六人,对于梅杰里来说,自从十年前首次两项国家队以来,他经历了永生铭记的喜悦与挫折,其中2010年世界杯和成为2012年伦多奥运会排位赛的一员终身难忘。 这就是为什么参加世遇赛对梅杰里如此重要,尽管在2010年世界杯,临胜五负,但是我们通过比赛学到了很多东西,我们有了和NBA球员同场竞技的机会,这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。 接下来,我们将争取获得更多的胜利。 梅杰里表示,9月14日,突尼斯将赢下一组的首个对手摩洛哥队。